花莲各个阿美族的以理性年纪陆续告一段落 不过却也一一浮现了各部落聚会所设施不足 或是环境空间不友善的问题 那么玉里镇的观音部落聚会所 除了是舞台缺乏换装的空间 公厕全是吨式的马桶 对高龄长者来说相当不方便 那么部落的头目则向议员来陈情 期盼优化部落公共设施 让环境更加友善 外观以竹子编排美化的公共厕所 一周遭自然环境相契合 不过男女侧间皆为敦式马桶的设备 这就不怎么友善部落族人了 玉里镇观音部落人口高龄化 也普遍为老弱妇孺居多 公共设施如此不友善 部落居民使用率偏低 也失去了当初建设的美意 正公所几经部落陈情反应 也多次过上级补助 却都无法顺利执行 今年度再提报获得44万元的经费抑注 结果上网招标不顺利 也令正公所头疼 部落公共设施使用率效能不张 建设美意也大打折扣 部落头目里长特别向现议员 陈情反应 并且在会刊现场再次提出改善需求 也期盼能够一并改善优化 第一个比较低音 我们要弄个厕所 然后一个 我们结婚的时候 不用回去穿衣服 在这里化妆 在这里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结婚 就是回家化妆 然后再来 提升部落公共建设环境服务的品质 优化部落公共设施环境 县政府以及现议员林玉芬 玉立正公所也都高度重视 接近所能的讨论意见交换 寻求最佳且最快速的解决方法 让部落居民真正享受 方便的公共设施 接着11月蓝玉立正采访报道